上一讲说到汉末明氏几乎都被卷入一场政治大事件 这一讲咱们来详细说一说 那就是东汉环帝灵帝时代 贤臣小人之间的一场大冲突 史称党固之祸 普遍的历史观点认为 党固之祸伤及了国本 为黄金之乱和东汉灭亡埋下了伏笔 中学时候你可能背过 诸葛亮出示表里边有这么几句 清贤臣远小人如何如何 汉环帝汉灵帝这两个皇帝 清小人远贤臣导致东汉衰亡 刘备为此痛苦遗憾 诸葛亮又以此为教训来教育后主流善 所谓小人贤臣不是泛泛之谈 在环帝灵帝的时代 贤臣小人很好分辨的 贤臣就是士大夫出身的官 小人就是宦官和依附宦官的官 东汉的皇帝比较宠幸宦官 这和他们短命有关 东汉法统承认的皇帝12个 除了开头的光武帝活了62岁 第二个汉明帝活了48岁 还有最末的汉宪帝尽管一辈子受尽屈辱 倒也活到54岁 中间的皇帝长命的也不过30多岁 皇帝短命继位的时候年纪更小 当然不能亲自处理朝阵 只好太后临朝 很多太后其实也是小姑娘 那就由太后的哥哥或者父亲来掌权了 所以东汉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外戚势力很大 皇帝年纪大一点要想清阵 不免对舅舅外公不满 他想把权力夺回来 又只能利用身边的人 也就是宦官 宦官没有生儿育女的能力 没有后代 人仍然会有贪欲 却不容易有太大的野心 至少篡位的欲望会少很多 何况深宫里边朝夕相处的那种清静感 对皇帝来说是无可取代的 这就是为什么东汉的皇帝 往往很信任宦官 给他们很大的权力 至少从士大夫 也就是诸葛亮所谓的贤臣的角度看 这些宦官真是小人 小人掌权 然后卖官欲绝 鱼肉百姓 欺男霸女 无恶不作 到东汉倒数第三个皇帝 遗憾桓帝的时候 士大夫和宦官 或者说贤臣和小人之间的矛盾爆发了 桓帝沿袭九年 朝廷准备大赦天下 有个叫张臣的术士 和宫中宦官关系密切 预先知道的消息 术士是算命的 张臣当然要向人展示 自己算命很灵 他装不作样算了一下 然后说 醉酒杀人都没事 别人当上不信 他就说 儿子去杀个人 张臣的儿子真的就杀了人了 于是被逮捕 但是不久大赦令就下来了 这个案子引起了私立校尉李英的关注 这个在就念校不读教啊 李英是典型的贤臣 天下士大夫的领袖 他自原理 号称是天下楷模李原理 他当时的职务呢 也很关键 私立校尉 这个私立校尉呢 是监督京都洛阳和周边地方的监察官 指论级别不是很高 但是不管你是官是百姓 只要你生活在京城一带 我就是专门负责抓你的毛病了 因此这个职务本身就号称卧虎 就是洛阳城里 趴那一老虎 所以私立校尉李英可说是百官无不畏惧 李英很快弄清了前因后果 张臣父子这种钻法律控制的行为 让李英大为震怒 但是皇帝大设的诏书都已经下来了 你还能沉治他吗 能 汉朝推崇经学 在许多世大夫心目当中 和儒家经典所阐释的圣人之道相比 皇帝的诏书国家的法令 并不具备至高无上的权威 所以李英决定不理会皇帝的设令 而按照正义行事 到底把张臣的儿子给杀了 张臣和宦官关心密切 李英这个处置 让宦官们是又愤怒又害怕 张臣是从我们这里得了消息才这么干的 你杀他儿子不就等于打我们的脸吗 于是他们指使张臣的弟子控告李英 说京师的最高学府太学里边 有大量没有学籍自己跑来的游士 李英的人给他们赞助 天下各郡的地方学校里边 也有大量的身徒 李英等人也和他们结交 这些人互相标榜 结为同党 诽谤朝廷 质疑主流价值 败坏社会风起 皇帝被这些控诉激怒了 宣布李英等人是党人 在当时党是一个坏字眼 论语里边说君子不党 后人解释 互相帮忙隐瞒恶行 这个叫党 还有像党同伐义 结党营私之类的成语 党都不是好话 某种意义上说 恰恰是因为东汉的党人 还有后来北宋原有党人 这些古代公认的好人都被称为党了 党的含义才反而变得正面起来了 说回来 汉环帝被激怒后 下诏给各级地方政府 要将党人逮捕归案 并且号召天下民众 要在思想上认识到党人的罪恶 憎恶他们的行为 但是皇帝的诏书 是不能直达各级政府部门的 要经过三公 也就是司徒太尉司空的签署 然后才能往下发 当时担任太尉的是李英的好朋友 大名是陈凡 记住这个名字 下回咱们专门讲他 试说心语里的第一个出场人物 就是这位陈凡 陈凡把诏书退回 声称党人都是海内人欲 幽谷中公之臣 即使犯罪了也有豁免权 何况并没有确凿的罪证 就这样皇帝的诏书被怼回去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出来 当时这些士大夫身份的官员 在皇帝面前还是相当有底气 皇帝当然更火了 而且他也不是没招 皇宫里边有个皇门北四域 是专门关押 未经司法审判的政治犯的地方 你不是不给我往下传达诏书吗 我就直接把人抓到这里来 然后再根据这里审出来的口供 扩大党人的名单进一步抓人 同时另外找了个理由 皇帝逼陈凡退休了 当然出此下策 其实也意味着 皇帝是被搞得相当狼狈了 而且因为这些民事的名声太好 操纵舆论的能力也强 你抓他 同情心全在他们一边 明示范庞被逮捕的时候 玉立告诉他 所有的人犯都要先祭拜高尧 高尧是传说中 尧顺时代的正直的大臣 当时范庞是骄傲的拒绝了 范庞说 高尧如果知道我没有罪 自然会到天地那里为我冥冤 如果我确实有罪 那祭拜他又有什么用呢 这意思就是 你抓我不抓我 反正正义在我一边 还有一些人呢 以没有能够名列党人为耻 有个叫黄浦威的 是西北地区的名家 他上书皇帝 反复强调自己和党人关系密切 说我也是党人呢 你怎么还不来抓我呀 你不抓我 我可能有面子的 朝廷最终只能装聋作哑 不闻不闻 更糟糟的是 宦官们审判党人 审出来奇怪的结果 说 你的同党还有谁 还有谁啊 那谁谁谁 这么一说 审案的宦官全愣了 这不是咱们家孩子呢 怎么和他们搞到一块儿去了 因为大宦官都有干儿子 干儿子可能有亲儿子 可是这些宦官家的子弟 也和党人混成一伙 这倒也不奇怪 年轻人容易有理想 有热血 不只是只有满脑子的厉害算计 不管宦官有多大的权势 美好的身谕 总是在世人一边 几十年后 曹操登上历史舞台 曹操也是宦官之后 可是他也总爱往 袁绍他们那个名室圈子里边凑 最后皇帝只能选择低调处理了 刚巧发生了一次日食 我们知道 古代出现会星日食等天象变化的时候 统治者往往会大赦天下 汉皇帝便借着这个机会 把抓起来的党人都放了 只是记录下名字 以后不允许党人做官 不许做官叫禁锢 党人都被禁锢了 所以叫党雇之祸 很多汉默明士 因此在政治上失去了容身之所 同时党人的声望却进一步提高 比如说理应归田之后 天下士大夫称赞他高尚 而对朝廷是满怀不屑 范旁离京难归的时候 迎接他的士大夫车架多达数千辆 诸如此类的事迹 很多很多 其实这是很普遍的心态 真正恐怖的迫害 会吓的人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但是不那么恐怖的迫害 往往反而会激起人对抗的欲望 所以相对不那么惨烈的第一次党雇之祸 就搞成了这么一个结果 问题是还有恐怖的第二次 我们下一回接着讲 上一次咱们讲到第一次党雇之祸 这一讲咱们继续第二次党雇之祸 就在禁锢党人的这一年年底 汉黄帝去世了 他呢还没有儿子 如果皇帝没儿子这种事 东汉的官员也已经见怪不惊了 一番真挚之后 太后的父亲窦武在宗室当中 选择了年仅12岁的刘洪继位 这也就是汉陵帝 这个时候情势对世人来说 看来是一片大好 12岁的皇帝管不了事 所以理应由太后垂帘听阵 太后其实也不过是个少女 所以毫无疑问 太后之父窦武将会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 窦武本来就清静如身 更重要的是 当年太后并不被先帝宠爱 如果不是被前太尉陈凡立保 早就被废了 所以陈凡对斗家是有莫大的恩德 斗武是个懂得感恩的人 很快 陈凡就回到了朝廷 而且容身太父 这是传说当中 周公担任的官职 理论上讲 不但是朝廷的府闭 而且是皇帝的老师 史书上说 陈凡斗武同心禄力以讲王室 一批当初被朝廷宣布永不续用的党人 被委以重任 总之第一次党固的冬天已经过去 清流世人的春天还会远吗 但是转机也是危机 宦官并不甘心失败 他们在酝酿反击 斗武陈凡也知道宦官想反击 于是谋划斩草除根 想要一举根除百年来盘根错节的宦官势力 终于冲突爆发 斗武和宦官手里边都有军队 两支军队直接在皇宫前面开战 本来斗武兵多 但是宦官有两个优势 第一宦官控制着年少的皇帝 可以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 第二 护匈奴中狼将张焕 当时正好被召回中央 他手下有一只身经百战的边防精锐 尽管后来张焕深称自己是被骗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当时他选择站在了宦官一边 这次斗争 宦官取得了全面胜利 第二次党部也从此揭开了虚目 这一次对党人的迫害 比上一次要残酷的多 第一次党部 咱们可以按照自媚来理解 就是禁止党人做官 第二次党部却是大开杀戒 在恐怖的迫害面前 党人再一次展示出崇高的气节 陈凡是在冲突一开始的时候 就被宦官活捉 一番羞辱之后被杀害了 有人劝李英逃走 李英说 侍奉君王不辞艰难 被加以罪名不逃避刑罚 这是臣子的节操 我免以六十身死有命 逃跑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主动投案 最终被迫害致死 李英的学生都被取消了做官的资格 有人因为没有学籍 不再禁锢之列 但是也都主动辞官 体现了对老师的忠诚 有个叫吴岛的奉命捉拿名士范庞 吴岛既不能违抗命令 又不忍心真的逮捕范庞这样的名士 所以抱着赵叔就趴在床上哭 范庞听说了这个消息 说他一定是为我而来的 于是主动去监狱报道 范庞和母亲诀别 请母亲原谅自己的不孝 不要过分伤痛 他的母亲答道 你今天得以和李英杜密这样的人齐名 可以死而无憾 美名于长寿 本来就不可双圈 八百多年后 少年时代的苏氏苏东坡 读后汉书读到这里 至为感动 他问母亲 我长大也要做饭庞这样的人 您愿意吗 苏东坡的母亲回答 你做饭庞 难道我就不能做饭庞的母亲吗 类似的感人故事 史书当中还有许多 后人独始至此 经常由衷赞叹 说除掉传说中的黄金盛世 夏商周三代 说到社会风气的美好 后来就再没有哪个时代 可以和东汉末相比了 以上内容主要是依据 后汉书党固列传讲的 而史书是有立场的 而且无疑就是文人士大夫的立场 所以对于党人 肯定是要尽量从正面讲 如果从皇帝的角度看问题呢 他为什么要搞党固 为什么要禁止党人做官 皇帝的想法 史书的直接记载很少 我们只能关注一些 看起来和党固 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的信息 第一 在皇帝眼里 这些党人可能就是一些 不听话的官员和社会名流 前面讲了 皇帝和官僚集团之间 是有一种对抗性的 理律上讲 官僚的行政资源不能世袭 但实际上 在东汉末年是这么一种状况 政府高层 有所谓磊氏公轻 以大家比较熟悉的 三国演义里边出现过的人物为例 袁绍 周瑜他们家都属于这种 政府的中间力量有所谓家世二千十 二千十就是郡守 你可以把郡守粗略的理解为 对应今天的地级市的市长 像公孙瓒 陆迅他们家属于这个阶层 基层干部在世家大族看来 已经是出身寒危了 但是他们也垄断着 许多普通老百姓 怎么努力都够不着的岗位 所谓世事周郡 世为郡利 刘备的祖上 孙坚孙权的祖上 他们就属于这个阶层 用今天的话说 这家族都做到了 把行政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源 传给下一代 再通过社会资源的优势 在行政资源的竞争当中 稳战先手 这几个阶层之间 有一定的流动性 是要固化 又没有完全固化的状态 对皇帝来说 资源都被你们分光了 我还能管啥 实际上 世人即使不做官 他的社会影响力 往往也超过朝廷 正式任命的官员 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 高尚的范旁 曾经有这样一首歌谣流传 汝南太守范孟博 南洋宗资主化诺 大概意思就是说 朝廷任命的汝南太守是宗资 但是宗资的一切举措 为范旁视听 这样的事在士林传为美谈 可是朝廷的尊严何在 这不能不让皇帝高度警惕 反过来 皇帝为什么如此信任宦官呢 和民间盛传的宦官专权 蛊惑盛听不同 皇帝很可能认为 宦官才是自己意志的执行者 世人骂宦官 是宦官在替皇帝背锅而已 背锅而毫无怨言 这可真是忠心的好仆人 于是宦官被骂得越凶 皇帝对他们就越发信任 第二 在皇帝眼里 世人可能是国家财政困难的罪魁祸首 很多学者考证分析的结论 都认为东汉社会经济之繁荣 大大要超过稀罕 但是东汉一朝始终为财政赤字所困扰 最丢原因 就是这些世家大族从中作梗 他们隐瞒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 而这正是国家税收的基础 党人们大多出身于这样的家族 说起来 史籍中有大量党人在乡里乐善好施 旧集计平的记录 这些事实倒也无可怀疑 可是皇帝看在眼里 未必欣赏 这本来可以是朝廷的德政 现在却都变成了你们的私恩 最终 朝廷筹措经费的一个重要手段 只能是卖官欲绝 对皇帝来说 这是来钱最快的一种方式 并且某种意义上说 也打破了士族对行政资源的垄断 这也是世人们 无论从道德层面 还是从实际利益层面最痛恨的事情 招来了极多的抨击 当然皇帝也可能反驳说 珍惜国家名气的道理 难道我不懂 如果不是你们不断蚕食国家的税机 我又何必出此下策 第三 尽管世人们至存高远 但是皇帝眼里边 他们却很可能是最没有大局观的人 世家大族的根基在于地方 他们当然更关注地方利益 并且 他们大多数生活在富庶的东方 对那些贫穷 却有重大国防意义的西部地区 缺乏兴趣 西边亦有风吹草动 他们往往就主张 放弃吧 反正控制着 以而贴钱 所以边疆上的武将 为什么往往宁可和宦官站同一立场 这一点也不奇怪 要在前线放心作战 离不开可靠的后勤保障 宦官的支持 还是可以指望的 但清流官员反而不那么靠得住 他们经常倾向于贬低军人的功绩 在一算巨额的财政投入 更用动人的笔墨描绘一下 沉重负担下百姓的痛苦 将军们会发现自己骄傲的詹记 可能反而像是一种罪行 凡此种种吧 让皇帝确实有足够的立场 想给党人一个教训 当然要注意 也千万不要觉得 我刚刚上面讲的这些 才是被史书隐瞒的真相 这是皇帝的立场 显然还要再关注另外一个立场 就是老百姓的立场 当然更遗憾 普通百姓的感受 在史书记载当中几乎是空白的 大概做一个推想 如果皇权能够更得势一点 对世家大族的打压能够更成功一点 那么老百姓能够出头的机会略微多一点点 当然只是一点点 而生活的安全感 大外会更糟糕 因为你不确定皇帝想要做什么 日子一样很可怕 作为一个蝼蚁小民 你是愿意生活在一个 怎么努力都看不到希望 但是安全感稍微多一点点的时代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希望 但是更加可能随时干脑涂地的时代呢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选 问我 我也不知道 只能庆幸 现代社会问题再多 还是比古代强得多 好 我们花了三讲时间 勾勒了一下东汉默的大历史背景 还介绍了把汉默名士 也就是誓说心语重点关注的这些人物 都卷进去的大事件 我们还强调了一个方法 对一段材料 一定要想到 从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视角去看 会有怎样不同的感受 好 下一讲 我们开始讲人物 首先讲大名士陈凡 他也是誓说心语 出场的第一人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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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